。 嗨大家好,歡迎收看超認真少年 想不到又來到了相似的地方 欸 去年你們在這邊相識 經過了一年 你們你什麼還沒入贅啊 我入贅的話 你說那個年薪嗎 對啊 這個年薪值得入贅了吧 年薪 一千萬 按照這個年薪 你們願意每個人開始領兩萬八千塊 這是一個公司搶國大戰 要嘛我去他公司 要嘛他來我們這邊上班 這樣好像也不錯啊 你去他公司上班很棒耶 那你們就立結出來 大家可以回家啦 話說我們之前帶大家去看日本的展覽 欸為什麼去日本的時候沒有帶上我 帶上你嗎 對啊 你這樣子的狀態去日本好嗎 但是又又有去 為什麼在他不帶我 因為我比較年輕 年輕比較有未來比較有希望 但是各位朋友 我們除了看日本的展覽之外 我們是希望有一天能夠去德國 畢竟世界三大工具展 喔對沒錯 聽說你在德國留學 幾句德文問候一下大家 哈囉 Guten Tag 哈囉 Leute 我是Lucy 真的會 對對對一點點一點點 去德國目前機票一張大概15萬到20萬 沒那麼貴 沒那麼貴嗎 我想做商務場 你是在疫情前去的吧 沒有啦 現在大概一張是七萬八萬 但是德國消費貴 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 如果大家想要看我們拍德國展的話 請大家多多使用超級留言或加入會員 那今天要帶大家看的是 台灣Tim Toss 請Lucy來幫大家介紹一下 Tim Toss展的話就是台灣 目前規模最大的一個工具機展 展區有分成三個地方 像是我們的台北南港展覽館 一館二館跟台北世貿一館 然後聽說比Ginthof的展示面積還要大喔 聽說嗎 你覺得有嗎 我不好說啦 你們自己來看 然後再看我們的影片做比較 我對場地比較沒這些概念 而且今年有超過18個國家的廠商來參展 在世貿一館的話 這邊有分成三大展區 第一個是尖端技術加工區 第二個是基層製造主題區 然後第三個的話是未來製造體驗區 其實基本上大部分的活動都會在世貿這一館舉行 對 這一次的展覽期間 從禮拜一到禮拜六 早上十點到下午六點 所以各位朋友 你在禮拜五或禮拜六的時候 或者是每天早點下班 或者是今天公司 如果你公司沒生意 就不如來看看展覽 然後找一些合作廠商 因為這次的展覽比較特別 它從板金到零件 然後到像工具機 軟體類的啊 量測儀器等等都有 所以如果你沒有經費到日本 遠渡重陽 怎樣 遠渡重陽 對 你可以到台灣台北 然後去看一下 就是這幾個展區的展覽 那我們現在就剛好十點 我們就開始帶大家來看展覽 OK 走吧 你知道我們最近弄會員 我們可以用那個會員的模式 然後讓不同的廠商 他們可以提供一些很奇怪優惠的方式 給我們會員 這個很棒耶 所以我們為了這次的目的 我們可以找每一個我們喜歡的廠商 然後問他說 你願意給我們頻道的會員 什麼樣的優惠 不錯可以喔 好比說驚喜 如果是我們會員頻道買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那個 問一下我爸 爸 顯示你爸 好 你知道喔 這次還有 等一下 三大展區 這是我弟弟 其實今年還有公園院 然後我們之前拍過那個金屬中心 他們其實都有過來 我們前陣子才幫人家拍那個 鑽尾 你看這邊 但是鑽尾跟CNC的鑽尾又不太一樣 就是你們通常會講刀頭 我們想要去德國展覽 你要跟我一起去嗎 可以啊 我們也會去德國展覽 已經在四季年了 等一下我有個電話 OK 等我一下 喂 喂 喂 爸 爸打 我在廁所 等一下回去 等一下回去 好 拜拜 他講說我在廁所 然後後面出了我的聲音 這樣是不是會更嚴重 大家心裡不覺得毛毛的嗎 你知道一格是在全世界的很多展覽裡面 你都會看到它 你看這個機械結構 它這個是可以讓你的電在裡面保護得很好的 而且你在所有不管在CNC裡面的床啊 像他們這種拖電的 跟你的手臂上面有沒有 你的電線在裡面溫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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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的時候 它怎麼樣你的電線不會壞掉 然後而且它能夠把你的電線保護得很好 他們的電線啊 一個在 一個很酷的東西就是 有時候你整個生產線停掉 就是因為一根電線斷掉 他們在整個 德國的工廠裡面 有非常多大量的數據 可以讓你測試說 我的電線要彎幾次啊 然後或者是什麼時候 它會開始損毀啊 它就可以在你損毀之前 然後告知你的系統 那你的系統就會先 告訴你說 你的哪一條電線要斷喔 至少可以先換 它不會整個生產線停下來的時候 一秒可能幾十萬幾百萬 那只是因為一根線斷掉了 所以它們算是一個 光是做電線做到很頂的一間公司 希望我們可以去德國 好 請坐你去德上 對啊 那你要帶我們去德國嗎 這樣沒問題啊 那你願意付錢嗎 那我帶個洗冷線 我們在這次的展區裡面 它其實有幾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像未來製造體驗機一樣 跟旁邊這邊有一個動建舞台 對 你們是不是曾經有想過 在展覽的時候 為什麼要舞台 欸為什麼 SHOW GIRL 各位超認真的朋友們 我們前面可以看到是 台灣切銷道具研發製造協會的 SHOW GIRL NICE 我以為你要說研討會什麼之類的 對研討會 對 我們這麼樣正職的人 當然是來看研討會 對 聽說就是動建舞台經 這次好像會有一些什麼 研討會啊論壇 等等的一些活動 我個人在參加展覽的時候 我是很愛去看研討會的 因為研討會就是你有時候 會請來很多專家學者 或者是現在業界最新的科技 大家可以依照著就是 他們現在新的趨勢 然後去選擇公司的走向 或者是你要製造的機器的狀態是什麼 我覺得那個都可以在研討會上去討論 對 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重點是會參加研討會的人 旁邊一定是正經人 是嗎 你覺得會一個無聊沒事幹的工作 會坐在那邊聽研討會嗎 應該不太會 通常我以前的經驗 坐在研討會旁邊的都是 要嘛什麼總經理啊 要嘛是一些什麼董事長啊 然後或者是像二代啊 有的時候其實 偶爾旁邊一些多多少少的交流 也是對自己公司跟企業 會有蠻不錯的幫忙 那我們開始要來 來看廠商了 好啊 來 Let's go 通常展區就是隨便一個小單位 它就是精華中的精華 金屬工業 研究發展中心 對 因為這是一個熟悉的人物 來自言自語 通常科學家跟博士都比較瘋狂一點 會很容易對著一個角落自言自語 這樣 看到這個有沒有很有興趣 有耶我剛剛看就覺得 也看到這個很有興趣吧 這個是它的是一些粉末 粉末眼睛 這個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它雖然攤位小小的 但是它的真的那個地方 我們曾經有拍過 裡面那個瘋狂的博士 還在自言自語 在自言自語的時候 回應按照 好 你知道金屬研究發展中心 他們對於材料 是非常厲害跟講究的 看到這些合成物 有沒有看到它的那個處理方式 有點像鑄灶 該精緻的地方也有精緻 但是外面有一些地方 還是要洗阿給的 粉末眼睛好像博士 這麼容易好像講出來 但是金屬研究發展中心 它裡面有幾個東西 是很關鍵的 比如說我們做牙齒 每個牙根的持用金屬 或者是大家如果有一天 你受傷的時候 許多人可能遇到 可能重大車禍或意外 然後他建議你的骨骼 需要神經修復的時候 你放在身體裡面的骨骼 第一個要看排斥 然後第二個是 它不能傷到你原本的一些器官 它又要符合你的頭型 因為像我不能去打一個頭的模子 然後只有裝在你的頭的模子上 對 那你這邊就塗一大塊 欸 蔡博好 蔡博你講完電話了 各位跟大家好好介紹蔡博士 你還記得蔡博士嗎 蔡博士的那根 蔡博士的那根很厲害 神威蓋世 蔡博 我們這位驚喜千金的二代 他對於這個非常有興趣 你可以跟他介紹一下 除了你那根之外 我們金屬中心還有另外一個 蠻厲害的就是 我們除了會做筷材之外 我們還會做粉 對 我們把筷材直接融融之後噴成粉 然後在噴成粉的過程 我們用利用基層製造的方式 然後做成出像這樣子的一個形體 那另外的話 我們還有做一些像這些植入物 一樣從粉可以做成植入物 這個是台灣算是獨一無二的 是電子樹的基層製造 那比較像一般的大概就是像 就是用雷射 你是不是在罵人家 沒有沒有 比較一般的一般 比較一般 你們比較特別 特別 對 其他人是沒辦法做這件事情 對 所以其實大家如果你對於任何金屬材料製造 你都可以 其實是可以到這個金屬研發中心去問的 然後像這個 這邊有多孔的 這邊是實心的 我們可以一次搞定它 在場的這邊所有的CNC加工 絕對沒辦法做這個多孔的這件事情 大家說他們不行啊 對 這個當然是CNC加工 可以再繼續來幫忙的地方 對 所以我們是可以合作的 對 像我講完一次講說 然後全部全台灣CNC的 就這樣 好啊 你好歹啊 沒有啊 就是來看展覽 就是有時候大家互相認識 不管你是在做藝術品類的製造 那他們在製造生成端是能夠協助的 然後還有有一些是以前我們 像你可以仔細看一下拍的它的細節 它這個是你利用鑄造 你也沒辦法讓那個流體能夠跑得這樣這麼均勻 這麼漂亮的 或是你用CNC 這個你可能用不知道幾刀 因為裡面有太多倒角的地方 你也做不到 其實金主圓的東西什麼都有做啦 就是 只要你想到跟金主相關的 醫療啊 扣件啊 然後或者是什麼 汽機車之類的 零件啊 就是齒輪殼之類的 這個很厲害耶 對 沙摩在這 他們可以自己硬沙摩對不對 是 大家可能都會想說 以前3D列印嘛 但是3D列印其實 它就是塑膠品 它也不能當成一個取代骨 所以很多人會用金屬3D列印 但金屬3D列印 我們在日本也拍過 核能鎖也拍過 他們另外一種方式是 印沙摩 不管是拖辣 或者是我們在沙摩鑄造的時候 都要有一個模具 要有導孔 以前大家可能就是 我印完這個 再去開模具 開模具開完再去倒鋁湯 那他們的方法就是 直接把沙摩印出來 印完沙摩直接倒鋁湯 對直接鑄造 好那我們房菜也會講太多了 那我們下次見 拜託 本部也已經講完了 這個是3D列印 就在蔡柏的隔壁 以起點的機質來說 算是業界是穩定的 他們現在這個 它是可以做到列印碳纖維 就是以前大家對於做3D列印的用途 大部分都是 它是一個中間拿來看模型的 其實在我們工業製造的業界裡面 它不會是最後的產品 能打樣一下這樣子 但是因為以前3D列印 它印出來的東西 我來隨便找一個Sample給大家看 就是你3D列印出來會有一個 這樣子堆疊的痕跡 所以我們在業界很常要花很多時間後處理 就是你要磨它幹嘛 所以我會用3D列印的東西 但是不是拿來做成最後完成品的物件 不過現在他們除了發展材料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發展工坊 所以從以前堆積的方式 上升式的下降式的 或者是到現在材料的不同的模式 像這個Carbon的 老闆你們200公分 快了 196 對夢生高差 以前我們在做碳纖維的時候 都要用環氧素質 然後我們會拿那個 Robin的編織網 去編織 然後一層一層敷 把裡面的空氣 用湊真空的方式把它湊出來 這是你們今年新的玩意兒 絕對 是直接列印卡封出來 其實滿 很細緻 算是細緻 然後也很輕 外觀其實滿漂亮的 然後重點是它的纖維是在 你可以客製化 就是你看你要編輯在哪邊 然後你可以選擇不同的纖維 然後最後再用那個Arnis去把它包起來 就是它的外層材料去包起來 其實現在很多人玩老車的 你很多的材料買不到 有一些東西它只需要做一件 但是它有需要一點點強度 但是又不需要太強 你也不需要去 像找蔡柏做本胃眼睛這麼樣貴 但它可能就是一個你製造的選項 嗯 我號召 這是啥 這個是台灣板金經營協會 請用簡短的十句話介紹合胃板金 合胃板金 那至於工具機的話它其實也是非常重要 板金的話它是可以保護它的一些機械本體 然後也可以阻擋一些鐵穴 那其實在板金它可以應用在很多 像是一些名稱用品啊 或者是機械產業等等 那我們接下來交給小梅你想 好 板金 那板金的話就簡單來說 我們就是透過一片金屬平板 然後透過雷射切割 然後摺床焊接的製程 然後把它成形成一個外觀 然後再去做表面處理 來做成我們需要的金屬零件或者是金屬外殼 那這邊的話就是有一些扣件 就是因為板金會常用到一些五金的外料 去做一些組裝 欸對對對 這個其實可以讓大家細看一下 他們很貼心欸 他們把你每一個相對應的 比如說它是凹點突點的 它是M5的 然後或者是焊接羅帽 這些全部都把你做在上面 大家在展覽的時候可以來順便學習一下新知識 那像這個 拉丁 它是縮小版的 你知道這是縮小版的什麼嗎 這是縮小版的航空箱 對對對 這是我們上飛機用的 上飛機用的 對就是行李的那個載運 載運行李的 然後客機貨機都做這樣 其實板金一直沒有好的機會拍整集 給大家介紹 因為從生活用品到你的桌子椅子 你的櫃子金屬類的 或是像我們之前拍過那個天鋼的工具櫃子 它其實都是板金的技術 對有機會不知道在座哪一位 站住上願意讓我們拍攝一整集的節目 好 裏長說沒問題 那我們往下一架移動是我們巨匠科技 所以你們是用一個板金協會 然後幾個不同的公司一起展 如果你在這幾天來到展覽場 你對每一個接待你的服務人員都很有禮貌 他重點就是董事長 或是董事長 有可能 不要白目 那就是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就是這個排屑機 它主要就是運送一些工具機的鐵屑 對 撤銷完的廢料 撤銷意義 然後把它排到外面然後再集中 大家不要看這個小小的東西 真的從小學工具找到要賺大錢 有的時候這個結構你設計得好 你能夠把它設計得小 或者是運作量大 然後塞到工具機裡面 我有幾個朋友就靠這幾個專利 真的是養家 養家好拱 對 反正 展覽的類型有很多 那今天時間也不太多 所以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謝謝 謝謝 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那個 胸罩 真的嗎 真的 真的喔老闆 現在 很多人用的科技就是逆向工程 所以有些人會先做出一個模型 用scan進去之後 看你要放大縮小 或者是在裡面修改圖案之後 修改它的曲度 形狀 然後像我這種A罩杯 你可能就可以從這邊再重新拉彎形狀 然後印出來 做成一個防衛武器 可以 可以 檢測那個罩杯 他們做完之後 然後他要把它鋪上去 因為它這個原本是透明的 那就是做好之後 他可以去看它的罩杯 合上去的那個 就是裁切完的那個曲線 對 那這個是他們的一個檢具 其實通常都用在 有時候大家可以用在航太上 或者在講流體力學的時候 可以拿來做 所以這是老闆比較涉意點 他覺得用罩杯比較吸引人 對 沒有 就是剛好 到底是航太科技吸引人 還是罩杯令人嚮往 歡迎收看今天的 所以你跟你爸出來展覽幾年了 今年應該第五年 第五年 2018年開始 有第一次的展覽 但其實小時候有曾經 就是在那種小小的攤位 就是幫忙顧攤顧 我覺得每次來產品都很辛苦 因為你看都要轉去這麼大的位置 然後你又要把機器搬進來 然後就是為了讓大家看到公司新的東西 對這些繼續搬運都需要一些費用跟人員 合合 合合就是我們今天在日本也看到 是台灣非常厲害的廠商 老闆 老闆剛剛過了 老闆走過去了 老闆去找阿兜阿了 現在開放了 阿兜阿來了 到了進來 沒有就好 錢就到了 整個世貿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大 這次除了世貿展之外 還有南港 所以我們這個展場如果全部介紹起來 大概可能拍六個小時 都沒辦法錄 都沒辦法 大家自己過來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自己拿幾個你喜歡的 所以現在在南港了是不是 有電話 幫我一下 好 喂 爸 我去買便當吧 你要不要看後面對高機 等一下回去囉 等一下我們就用對高機 開著對高機 把他女兒載回去 你說什麼 可以放飯了嗎 放了嗎 可以放飯了吧 我們早上還拍幾間而已 三四間 就中午了 拍不完了 要吃飯了 辦法吃飯了嗎 還沒還沒 我剛剛說我去買便當 好 他可能想說他們還是晚餐的便當 各位好 我們來到了南港展覽館 南港展覽館有一樓跟四樓 大家可以在我的身旁這邊看到 從最左邊有巴納科 然後一路後面有西門寺三菱 然後跟這邊上癮 上癮非常的大 你可以一路走過去 那其實上癮也是我們 常常我到世界各地都會看到的 對沒錯沒錯 很驚人的一個台灣公司 有機會可以來拍一下 在這邊其實每個展位都是很精彩的 我們其實在拍工具這麼久 大家應該開始有概念了 就是除了從板金的外觀 每一路到工具 所以就硬體軟體 然後加起來一起 就可以產生現在的工具展頁 沒錯 他講得好像比較精彩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是超音波兩側模組 可以喔 由左只有下面這一台 總共有二四六兩個文藝組 兩個文藝組下台的 左邊的第一個是超音波兩側模組 我覺得做這種展覽的秀哥 超不容易的 就是你旁邊 可能一般人只要好看 他還要超音波 對對對 要有一些專業的知識 有沒有這個連一路到 工具機內的小零件小配件 你知道大家可以在趁這個時候 來這種展覽 來看看你 你未來的老闆可能長什麼樣子 因為大家要去很多公司面試 你都要很多幻想 所以有時候 你倒不如可以來這種展覽 然後來看一下 到底他們的同事 對待客人的感覺怎麼樣 喔喔喔喔 態度不好就不要來了 就不要硬爭 對對對 好啦好啦好啦 不要再講了 再講就拍不完啦 菜絲 你可了解菜絲嗎 菜絲 德國的 他的鏡片還蠻有名的 攝影機的鏡頭那種鏡片 男生大概知道菜絲 可能都是攝影類的 因為你只要刮上菜絲 那個一定是好幾倍價 對 其實菜絲是一個很強大的工業公司 喔喔喔 你可知道為何 因為我看到他後面有這個 三次元量測機 是 像工具機的話 我們的那個 機器做出來 對 他最後要經過一道程序 就是要檢測他的標準工件 是否符合品質的規範這樣 對對對 所以我們都一定會用到 三次元量測機 這一台不便宜耶 這一台大概行情價 估計應該有500上下 500上下 對 這台機器的話 其實他就是一種 品質管理的一個 守門員的感覺 如果大家不太了解 三次元量測 我用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跟大家講 好比說現在 我是標準的中心 然後驚喜這個頭部的距離 我的那個三次元 那個手就像小叮噹的小手一樣 你就可以從利軸往上 X軸伸出去 然後利大概是160公分 然後X大概是距離就是75公分 那他就會把這個數值 設定到他的電腦裡面 然後他的三次元量測 就慢慢一直涼 很像是一個小叮噹的手 一直這樣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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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這樣一路涼過去 然後涼過去之後 就把全部的資料 key進去 但是三次元量測 其實現在台灣也慢慢普及了 不過還有一個東西是 蔡司今年很誇張很厲害的 在這個後面 來來來 這個超級厲害 這個大概兩倍價 這個很猛喔 就是我們以前都量測的時候 我們會把東西放到量測的檯面上 去慢慢量測 他這個是直接丟進去 直接放到機器裡面 然後直接用X-ray 咻 照完了之後 就是他可以直接把它轉成 就是CAD檔 或是STL檔 所以你可以拿回來出來之後 你要再修改 或是好比說我們今天假設是一個 GoPro的鏡頭蓋好了 你就可以把它丟進去 然後掃描出來 你要修改GoPro的地主帶 你就可以再把檔案拉拉拉拉拉拉 然後print出來 大概可能不用兩個小時 你就可以修改一個圓形出來了 這個在以前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然後後面你知道 講到蔡司 我們當然不得不提到他的鏡頭 喔真的 蔡司他們其實從醫療產業 到高科技產業 到各種工業 有的時候因為我們會在電路板上面 會有那個營繞 然後或者是 你在一些小工件的焊接 那你都可以透過這樣子的顯微鏡去觀察 給大家看一下我這個 有沒有甲鉤圓的正常 看起來手指算正常 這幾倍啊 OK 1.9倍而已 現在才7倍 那它最大可以到幾倍 它可以到112倍 112倍喔 這個蛋白型組織 哇這是我指甲片嗎 指甲表面 指甲表面 哇你看我的甲鉤 我的甲鉤 他們看起來好噁心喔 不好意思 我有 但是我有塗東西 哇 這個精品啊這個 這個有做指甲跟沒做指甲 沒有差 對對對 哇好細緻喔 這很細耶 你看它的拋光沒有拋得很好 有沒有 這個就是拋光的那個痕跡 它在最後拋的時候 當你把它放大到73倍的時候 你看它裡面的小屑屑 裡面的亮粉 所以你看喔 他們用菜式的鏡頭 不管你用他們的儀器 所以當你醫生你要開刀的時候 我連你的一個甲鉤的一個小肉牙 你都可以用這樣子小小工具 剪這樣 然後把它這樣取出來 所以其實工業的眼鏡 它不只帶動了整個生產 它其實連醫療 連科技 然後連這樣子檢測的東西 它都是非常厲害的 各位我們找到我們頻道 可以進步的空間了 菜式的微距鏡頭 你看喔這個尺寸 你看到這個 然後你看它的微距鏡頭 來拍這個畫面 請看這裡 有沒有這微距鏡 這已經不知道到幾倍了 加入工業支持我們 我們把它的鏡頭 全部換成菜式的 這樣我們以後就可以拍出那個 很多那個機械切削有沒有 敲出來的鐵穴 鐵穴下面的毛邊 毛邊之後我們再把它放大 然後放大到裡面 看它的那個幾μ的邊緣 所以不只是相機 菜式在工業上面也是非常厲害的 嗨 嗨 不同展覽不同國家 對 車子可以改裝 工具機也可以改裝 可以選配 這個是義大利品牌 可能大家比較少見 馬波斯 馬波斯有概念嗎 你們家用到嗎 沒有 因為用在磨床上比較多一點 你知道 大家可能喜歡改裝家裡 改裝車子 那其實很多工具機 你就算買回去了 你都還可以去插改裝件 然後 你可能看這邊都是一個 一塊塊小小的小儀器 可能看不太懂 是幹嘛 它其實基本上 馬波斯他們是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測量 測量裡面就是有分成 木式測量 然後或者是用弓箭式的測量 它這種是聲波的測量 蝙蝠有沒有 我這樣講話有沒有 啊 啊 啊 距離遠的時候 聲音是一樣的嗎 因為我說麥克風 就像這樣子 聲音距離一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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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所以你就可以用聲波的距離 去測量出你的弓箭 是一個滿奇特的小玩具 然後後面這個 這個都是可以串接的 就比如說 你的磨床上面 你需要什麼樣奇怪的東西 今天我的工具機裡面 我除了測量之外 我一定要做感知系統 啊 或者是我裡面我要像是 預防醫學你知道嗎 就大家裡面不管你要量測 磨床裡面的內徑 今天我要需要量這個東西 我就串這個上去 然後今天我需要這個功能 我就串這個上去 今天我需要這個功能 我就串這個上去 所以你可能在機台 是本身長這樣 然後你後面會有一個改裝箱 然後你會一路串串串串串串 而且它除了這些測量類的之外 你看這個裡面 它這個是你可以直接串接 串在機台上面的 機台快要斷刀 或者是在晃的時候 你只要一有感覺 你看抖了一下 我是密碼 有耶 有人在這裡 所以車子可以改裝 工具機也可以改裝 這個滿不錯的 可以防止撞到 這種都是屬於 比較像是預防醫學 它不要讓你等到撞刀了 或者是讓你等到你主軸出事了 然後才把機器停下來 工程停下來 它的做法就是讓前面的 有一些聲波的預知或聲音的 怪異的形象的時候 就告訴你預警 或者是在快要撞刀前 它就先把你的整個機器停下來 那讓你的損失比較不會這麼慘痛 所以預防剩餘治療 大家可以好好考慮一下 請問你要咖啡要哪一種 意大利品牌提供的是 意大利的咖啡機 大家可以在展覽這一天 來這邊喝咖啡 但是不要隨便來喝咖啡 一定要來買東西 這也不是免費的 四樓 耶 四樓 現在大家是哪裡 是的 去年的今天 第一次相認 所以我們身為工業潮流男子 有準備一個特別的禮物跟驚喜 你看 在這一年當中 我們發生了這麼多的故事 想不到ㄎㄧㄤ到 在工業機械展裡面 竟然會有這種 我們在北川加頭的展位 然後在德茂的展區 短短的一年之間 我們已經發展出了四個漫畫了 然後四個漫畫裡面有環繞三邊 大家可以到時候來德茂這個展區看一下 對 那王翔你爸畫得像嗎 我覺得非常像 那個精髓都有畫出來 在現場喔 他們也是有非常多的夾頭跟夾具 三爪型的啊 然後兩爪的啊 然後器皿 或者是在酷寒的環境上面 都可以使用的 如果你對於夾頭 還沒有這麼多的理解的話 你可以回去看 我們今天介紹大家夾頭的那一集 算是我個人蠻喜歡的 好看 對好看 上次我們在日本展 欸 那個 白鹿 大家好 Rusy 白鹿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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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sy 啊 超真面目的少年 覆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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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告訴你本人家裡害到 各機玩 白崎さん 工作終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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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畫面有沒有很像電動玩具裡面是又會附的影片 欸有喔 所以在之前的北川也會來台灣 那台灣有台灣的代理商 台灣代理商就得帽 所以大家如果要到這個掌櫃 你可以看北川他們有推出台灣市場的四個夾頭的設計 但是他們的掌櫃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小細節 下面的這個箱子 其實這個箱子是非常非常厲害的箱子 可以用在車子的改裝上 我們好像之前有看過這個 對對對 掌櫃真的是非常厲害 有機會可以整集 就是光介紹他們的 怎麼樣改裝在車子 怎麼樣改裝在貨卡上面 然後 欸對 四個漫畫 有很多版本 大家到時候可以展覽 禮拜一到禮拜六 然後大家可以來找白鹿 戰隊一下 欸日本人很可愛欸 很少台灣人可以把日本人玩壞的 就是你了 你看THK 這個 這個在日本我們有看到 然後在這邊過去你看還有德國館 大家台灣的德國館 跟真正的德國館 一定是不一樣的 嗯 所以希望大家大量使用超級留言 增加我們的旅費 呀德國 對希望有人可以去德國 它每一個每一層都非常大 整個四樓 我們都稍微Pan一下給大家看 大家真的可以趁時間 好好過來一間一間看 那有的時候不管是大廠商還是小廠商 都很值得看 有的時候不是攤位大小 就有差 因為小攤位有的時候 它是它正在起步 或者是有些小攤位 它其實技術非常厲害 那不需要租到這麼大的廠位 對或是 所以大家不要有一個錯覺 用大小攤位去看公司力不厲害 好啦那我們 可以再往下 龍副 這件的切斷機 我工作室有一台 這是切實心管 那個阿魯米 或者是切圓圈圓料 拿來切成那個 如果我們要做排氣管 要做那個什麼 蝎子管 還是要做一些斷面管 都可以拿來切就對了 要喝飲料 喝喔 喝 已經從早上晚到五點了 這個泡溫泉喝可爾必食是最棒 可爾必食不錯 有電話 喔 驚喜龍仔 你給我翻譯翻譯 什麼叫驚喜 喂爸 嘿怎麼了 你不是要回來了嗎 欸 我要回去了啦 要回去了 沒關係 你把手機拿給你 旁邊的年輕人 旁邊的年輕人 喂 喂爸 全是你爸 你不是要洗溫泉嗎 沒有啦 沒有洗溫泉 我們在看展覽 真的喔 來來來 你來 我在你後面 你有看到嗎 你在我後面 來來 你來 我在你後面 我在你後面 我來跟大家懷疑懷疑什麼叫做驚喜 這兩件的Torata 可以帶給我們客人 以及我們的使用者 能夠有一個高CP值的一個產品 來 我帶大家來看一下機器 來 這是我們的CNC五軸加工機 而且是用巴納庫的IHMI 它是用四軸 四加一軸的 可以坐在渦裡內片的部分 就可以達到四軸 五軸的功能 你這樣隨便可以嗎 可以 還要再喝一點 沒關係 這樣可以 謝謝 可以 然後我們秉持了一個 跟客戶同動的原則 我希望說 未來有這個機會 因為你們年輕人的創意 以及阿載師的加持 我們能夠更上一層樓 來 為了要展現我們未來的驚喜 要知道體力好 不好 一定要讓他知道一下 來 這是我們公司製作的產品 所以我們讓他看一下 我們的阿載師 他有沒有這個能力 來做我們的驚喜 阿載師 你要試看看嗎 吳春法師 你要不要試一下 可不可以當驚喜 好難喔 很難嗎 有 有 年輕人 站著 年輕人 對 年輕人 你們是怎樣 你就躺一下吧 大家 我為了你去 我帶你去認識 我們這個行業的一些精英 以及我們這些同業 在這個行業仍然是很重要的 而且很多人都是知道 我們驚喜科技的 還有我們做機器的 雖然是黑手的 但是我希望說 在這個行業 你沒有接觸過 跟你接觸之後 我相信你會喜歡上 我們這個黑手的這個行業 希望你能認識一下 我們家的Lucy 有好的基因 跟爸爸一樣 都不錯 都在機械業上班 而且她現在 目前還是單身 在小學的時候也是很可愛 大學的時候是很漂亮的 希望大家有這個機會 來認識我們家的Lucy 認識Lucy 認識Lucy 機器比較不重要 Lucy比較重要 希望能把她嫁出去 好 那我們來到我們這一集的重點 你願意給我們超認真少年的所有會員頻道 有什麼樣的特殊優惠呢 超認真凹廠商 請問如果是我們超認真頻道的會員 那買天鋼的東西 會有什麼好看有趣的事嗎 如果在就是三月底前 那購買天鋼產品超過三千元 那我們就是提供超認真少年會員的通關蜜語 通關蜜語是什麼 通關蜜語還沒想到 好好好 超認真天天剛剛可以嗎 我們超認真頻道的粉絲 就送一個 我們超認真頻道的粉絲 還有我們的超認真頻道的會員 還有我們的超認真頻道的會員 欸你厲害 欸你其實可以耶 欸我剛剛要表演一下 欸我剛剛要表演一下 好開心 小心 快點 謝謝你的 謝謝你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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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